美国联邦参议员乔熙霍利星期一 10月14日对香港的现状提出严重警告 说香港的制度正在面临着威胁 香港正在挖向一个警察极权城市 在这个周末,香港再度发生了抗议活动 警察在全城范围对抗议者进行触步 今年39岁的霍利是美国最年轻的参议员 他在香港逗留两天 而在星期日晚上在旺角亲眼目睹了该处发生的抗议活动 而之后他还会见到香港著名活动人士黄之锋 霍利在他的个人推特上播出的一段视频上说 有些时候一个城市的命运就体现了一代人面临的挑战 50年前是白临,今天是香港 正因为如此,他说世界各地自由的人民都在关注香港 关注香港位置几基本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 抗争亦是战斗 全世界人民都与香港站在一起,他们都是香港人 19个星期以来,香港抗议者为将取民主自由的权利 呼吁建立警察问责制而进行的游行示威持续不断 香港政府和北京都拒绝妥协 因此目前仍是不到抗议活动会结束的任何迹象 美国众议院会在这个星期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进行讨论 该议案要求对香港的特别贸易地位每年进行一次审查 而议案更可能会制裁某些中国官员 霍利亦是这项议案的支持者之一 霍利星期一对媒体表示 香港的情况是很紧急 他说香港面临着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 香港的代以制政府处于危险当中 一国两制的模式处于危险当中 习近平在星期日在尼泊尔访问期间发出警告 任何人企图在中国任何地区搞分裂 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任何支持分裂中国的外部势力 只能够被中国人民视为是痴心妄想 霍利盛情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暴力言论 这就是他认为美国和欧洲的盟友 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原因